11月25日,为今年著名爱国降临左宗坛诞成200周年,位于其家乡湖南省香音县的左宗坛生平市级展览馆正式开馆。 该展览馆通过左宫生平食物、对联针继以及3D亲戚居产等,像是人在线左宗坛的传奇人生。 被誉为晚清中心斯坦名称之一的左宗坛,112年生于湖南省香音县东乡左家段, 其一生参与经历了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看法宝国等重要历史事件。 于1885年9月5日并逝于看法前线。 逞他束缚、青年政治上思想品格,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物。 新建的左宗坛生平市级展览馆总面积1600平方米,共设八个展厅和一个多媒体辛勤俱产。 展览馆的建设和左宗文物实料的征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 左宗坛的后裔为展览馆捐献的左宗狐皮袍子、对联针绩等尤为珍贵。 我看到这些东西都很亲切的,那个年谱都是我们左宗后裔家家都有这样一本年谱,而且都被我们的父辈,我们是患者辈的,被我们的父辈都已经翻得很旧很旧了。 左宗坛第四代嫡孙左锦佑是此次前来拜议左宫中辈分最高的左室后裔。 作为一米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医生,年近八旬的左锦佑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就职病人。 他告诉记者,